朋友们好啊 那么前不久国内终于也上市了Torplay RealForce最新的R3键盘 那么这个视频就给大家来测评一下这款虽然小众 但也有很多人钟爱的键盘 那么首先第一个我们先来试听它的键盘敲击声音 我买的R3是45克静音版 这边还会对比同样是45克的R2PFU 以及另一款也比较著名的静电容 凝芝45克 好 2 3 4 4 5 5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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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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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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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那么最重要的手感部分说完 我们来说说R3相比R2的外观上的 可以说是一次大概了吧 R2 PFU这个配色 非常的80年代IBM风格 整体偏暖的灰色 形成一种独特的魅力 而且周围一圈是硬朗的 分明的棱角 非常简洁 同时又带着复古情调 那么R3的配色 则变成了一种非常纯净和明亮的白色 看着就一片白茫茫踏地真干净的感觉 周围一圈变成了圆润的设计 而且大了一圈 增加了电源开关 而且键帽好像也更加圆润了一点 打字时候触碰键帽的舒适度就更好了 其他方面基本都延续 包括PPT键帽 以及舒适的键盘高度 总的来说R3的新设计 有一种全新的圆润的 而且有人文关怀的一种风格 纯白的配色也非常的干净 那R2的复古工业风也很迷人 所以这两个我都挺喜欢的 OK那么接下来要说的就是R3 首先最大的改进 就是终于有蓝牙了 而且是最新的蓝牙5.0 兼容性没得说 有蓝牙的设备基本上都能用 同时还支持最多舞台设备连接 并且可以继续各种不同的键位映射 那切换只需要在键盘上用快捷键就可以了 TOPRE毕竟是大厂 蓝牙这块还是比凝芝要好一些的 它的稳定性很好 连线的速度以及打字的流畅度 基本和苹果自家的Magic Keyboard是一样的 那这点要给好评 那隔壁的凝芝的蓝牙就相比较一般了 耗电打连线还慢 输入有的时候还会卡顿 而上代的R2 PFU它没有蓝牙 而且键线还无法分离 那这个实在是太落后了 R3的顶部呢 这留有一个USB-C接口 它可以用任意USB-C线来 有线连接设备打字 包装里面也自带了一条USB-C到A的线 不过这个接口并不能用于给5号电池充电 只是单纯用作有线连接使用 说到5号电池 没错 那刚夸完R3又跑出来一个大糟点 那就是R3并没有内置电池 而是使用了标准的5号电池供电 那这让我不得不再拿出 我吃灰很久的可充电的镍氢电池 好在我手上这两节镍氢电池的性能还不错 装在R3上面可以坚持半个月到一个月 而且充电也还算方便 用快充充电器一个半小时可以充满 另外在MacOS系统设定里 也能看到5号电池的剩余电量 那这还算是蛮方便 那还有就是渐程的调节 之前的R2 PFU只能到1.5毫米 而R3现在可以支持到0.8毫米的触发渐程 这让它的响应非常的快 打字就越发的轻松和快速 效率明显提高 那最后就是R3的驱动软件了 相比您知压根就没有MacOS版软件来说 那TOP RealForce软件还是好的多了 软件UI设计的不错 包括可以调节APC建成 还有统计每个按键的按下次数 省电模式 而且它针对MacOS也有优化 可以支持Mac的专有键位 并且可以依据你的喜好自由的修改 全键的映射 这点非常重要 因为Windows和Mac很多键位和快捷键是不同的 需要自己去自定义映射 所以这款键盘对MacOS的支持也还算蛮不错 当然这套软件在Windows上自然也是可以用的 那其他方面 键帽的话它和RPFU一样 它的键帽是独特的圆形的孔 那不太方便更换自己的键帽 而且你在国内也很难买到Mac版的键帽 所以大多数时候都会有一个 丑丑的Windows填牌logo在上面 那如果你想买Mac版键帽 目前似乎有且仅有日文配列可以选 好了 那么总体而言 我还是非常喜欢这款新键盘的 如果要我给评分的话 我会给4.2新 尤其是R3 它带来了稳定且表现良好的蓝牙5.0连线 全新的设计 并在打字手感和做工质量上进一步优化改良 那可以说是弥补了之前的R2的一些痛点 当然缺点还包括5号电池供电 以及国内买不到Mac版的键帽 还有它的售价还相对比较高昂 那如果你喜欢静电容键盘的话 这款R3是非常值得推荐上手试试的 好了 那么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不要忘了一键三连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